大家好,我叫蔡乐康 今天我讲的一本书呢叫 鲁宾逊漂流记 这本书呢是关于一位英国人 他叫鲁宾逊 因为他在一次航海中 因为海浪太大 然后把他的船甲板给拍烂了 所以他漂到了一个无人的小岛 他在那个小岛上生活了整整28年 他也找到了丰富的物资 然后他在最后呢 他也找到了一位朋友 但是那位朋友呢是一位俘虏 他救鲁宾逊救了那位俘虏 因为鲁宾逊不知道那位俘虏的名字 便帮他起了个名 因为他在星期五找到了这位俘虏 和救了这位俘虏 所以便把他起名为星期五 他们一起合力找到了一艘船 然后把物资搬运到船上 然后运回英国 但回到英国之后 鲁宾逊发现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而没有留下一点资产给他 因为鲁宾逊的父母以为鲁宾逊已经死了 所以呢鲁宾逊便在这28年去过了葡萄牙种植地 鲁宾逊回到了葡萄牙 向政府讨回了他的那片果园地 然后还结了婚 生了三个儿子 和星期五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后再继续 再继续